福建省龙岩市上寒县近期发现大面积正腹膜对板保存的恐龙足迹化石,这是当地恐龙足迹群化石科考取得的最新发现。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表示,这一发现在全球较为罕见。 此次新发现地点位于上寒县临城镇龙祥村往白厄市恐龙足迹群东侧,并与之相邻。 由于掩体滑塌,原地露出部分新的化石标本,这其中就有一对正腹膜对板保存的恐龙足迹化石,两边的凹凸足迹一一对应,犹如一套打开的模具。 这个标本你可以看到它是立着的,这立着的下面还有一块,它正好从恐龙脚印的中间就剔开了,剔开以后它正好是正腹面,那边是一个正膜,这边是副膜,一个标本的正腹面。 而且这个标本非常非常大,你可以看到至少15平方米或者更多一点,上面有几十个脚印,还有一些形迹,它这个恐龙活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流出来的一些形迹。 据汪小林介绍,之前国内外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大多属于侏罗纪和藻白尔石,这么大面积正负面同时保存的恐龙足迹化石,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其他地方目前尚未被发现。 之前在全世界发现的恐龙脚印呢,要么呢,当然好多是野外保存的,在我们博物馆展出的呢,要么就是一个正膜,就是它踩下去的一个坑,就一两个标本,一两个这个踩下去的,要么呢,就是它的翻过来的膜,是凸起的。 两个在这个是征负在一起的,都很少,但这上面几十个脚印,好多种类在一起,在这个原地的,几乎是没有的,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而且,现在从这个全世界的脚印的,从这个时间上,从地质历史时期的时间上来看的话,它侏罗纪的也很多,藻白尔的也很多,藻白尔的,但唯独呢,就是瓦白尔,就是在这个,就恐龙最后要灭绝, 我觉得这个时期的足迹化石是很少见的,但是就是我们福建,把龙岩,把我们上航发现的这一批材料呢,这一批这个遗址呢,非常重要,就潜补了一个空白。 据初步统计,相关化石上集中了六种恐龙的三十多个足迹,保存的数量、清晰度均比较罕见,对研究网白尔式恐龙的生活习性,生存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就从我们足迹研究来说,它这个保存的,保存的这种,这种清晰度也是世界级的,因为有很少能把这个足迹,足迹垫各个纸,包括它的纸垫,都能保存下来。 对于我们了解恐龙的很多习性,这个是它活着的时候留下的,和骨骼,骨骼标本还有很多区别,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它的生活方式呀,它是不是群居呀,等等这些,它的行动方式,这些规律我们都可以去了解。 记者了解到,上韩恐龙足迹群化石于2020年11月被首次发现,经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实地考察认定,这是中国发现的多样性最高的网白尔式恐龙足迹群之一,也是福建省恐龙相关化石的首次发现。 截至目前,在上韩恐龙足迹群化石科考中,已发现多种恐龙足迹和至少四个层位,证明恐龙在这个地区有较长生活史。 对于新发现的重要恐龙足迹化石,包括罕见的正负面出路的标本,专家们建议尽快进行原地保护,纳入原恐龙足迹化石的保护规划建设中。